俄罗斯人正在挤爆三亚,中俄远东大开发,不只是振兴东北,也把三亚给大火了。 三亚的俄罗斯人多到什么程度呢? 一句话就可以总结,中国游客到三亚,一下飞机就被俄罗斯人包围了。 三亚究竟有怎样的魔力,硬控了这些俄罗斯人? 怎么俄罗斯人都往三亚跑了?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,三亚会不会成为俄罗斯人的第二精神故乡? 其实早在1997年,中俄之间就开通了直达海南的旅游包机。 不过,之前俄罗斯游客更喜欢去克里米亚、泰国巴提亚或者越南衙装休闲度假,对海南岛不太感兴趣。 这跟北欧人喜欢跑意大利、希腊晒太阳一样,身处寒带的俄罗斯人也喜欢去温暖的地方待着。 在俄乌战争之前,俄罗斯人的度假首选就是临近黑海的克里米亚了。 这里是地中海气候,靠着黑海有非常好的沙滩、阳光。 从苏联时代开始,一到旅游旺季,克里米亚的沙滩上就挤满了俄罗斯旅客。 往远一点跑的话,俄罗斯人也会去南欧或者东南亚。 可这些地方,俄罗斯人现在为啥不去了呢? 主要有两大原因。 一是俄乌战争替打,克里米亚的上空无人机导弹满天飞。 现在去克里米亚度假,说不定哪天头上就掉下个炸弹,实在是太危险了。 二是西方对俄罗斯搞美元,欧元封锁。 去南欧,去东南亚,俄罗斯卢布人家都不认,得兑换欧元,美元才行。 俄罗斯人换钱不方便,也不划算,自然去的就少了。 哪哪都不方便,那怎么办呢? 俄罗斯人想起了中国的三亚,这里一样有特别好的沙滩和阳光。 1997年,海南开通俄罗斯旅游包机后,来三亚的俄罗斯游客并不算多,增长缓慢。 从2012年开始,俄罗斯人才慢慢发现了三亚这个宝藏海港城市。 2012到2019年,俄罗斯都是三亚市的三大国际客源地之一。 光是2019年,就有30万俄罗斯游客来三亚度假。 今年就更火爆了,三亚的沙滩、商场、小餐馆、按摩店等都被俄罗斯人挤满了。 一方面,是因为俄罗斯被西方制裁。 另一方面,也是三亚政府接住了这波西方送来的流量。 2023年3月,59国游客就恢复免签来海南完了。 今年中国对十多个西方发达国家单方面免签, 过境144小时免签政策,更加消除了外国游客来度假的门槛。 尤其是中俄之间的互免政策,俄罗斯人最常可以免签来三亚玩一个月。 他们在三亚不用换美元、欧元,可以直接花人民币。 由于西方制裁,俄外汇市场99.6%的交易都已经换成了人民币。 早在几年前,三亚政府就提前观察到了俄罗斯人来旅游的趋势, 相关部门反应也非常迅速, 做了大量的努力来接触这颇天的富贵。 比如,三亚每年都安排旅游警察去莫斯科交流培训, 为的就是俄罗斯游客能安心来旅游。 2019年,海南警方就跟俄罗斯警方跨国合作, 把一个装坑俄罗斯人的黑岛游组织给一锅端了。 现在到三亚的大东海景区去看一看, 你会有种到了俄罗斯小镇的错觉。 警区附近的各种店铺招牌, 道路只是牌, 全部换上了中俄双语的样式, 就连路边小贩馆的菜单, 超市的商品货架都全部加上了俄语翻译牌。 三亚文旅甚至推出了俄语教材, 就叫三亚旅游实用俄语100句, 本地旅游服务人员都得进行学习培训, 这样就能在俄罗斯游客遇到问题时做好沟通, 帮得上忙了。 三亚把很多服务细节都做到位了, 脱家带口来度假的俄罗斯人啥也不用担心了, 直接敞开了碗。 俄罗斯人玩好了, 回国之后再跟亲戚朋友这么一宣传, 三亚的口碑直接就被拉爆了, 来度假的俄罗斯人自然是越来越多。 但令人意外的是, 被国内外媒体黑得最惨的中医疗养, 竟然被俄罗斯人疯狂地爱上了。 很多俄罗斯游客白天在沙滩上躺一天, 晚上再去泡个脚, 什么推拿、按摩、针灸、拔罐都得来一轮, 整个人感觉特别通透。 俄罗斯人以前哪里体验过这么正宗的中医理疗? 神仙般的享受把它们迷得不要不要的。 为什么俄罗斯人会爱上中医疗养呢? 这跟苏联时代特殊的疗养文化有关。 列宁曾经说过, 不懂得休息的人是没办法更好工作的。 1920年, 列宁颁布了全民性的度假制度, 叫《关于利用克里米亚未劳劳动人民法令》。 1922年, 苏联也把《强制度假》写进了《劳动法》。 作为配套, 苏联开始大量建设疗养院, 主要集中在气候温暖的苏联南部。 像黑海、 离海沿岸以及高加索山区等, 尤其是克里米亚, 就以大量的疗养院而闻名。 比较出名的有德鲁兹巴疗养院, 因为规模大, 建筑造型十分奇特, 1985年还闹了个乌龙事件。 当时美国人用卫星一看, 吓了一跳, 以为苏联突然冒出了个大规模导弹发射警, 紧张得不行, 调查了半天才发现虚惊一场。 苏联为什么建大量的疗养院呢? 因为按照法律规定, 所有苏联人每年都必须在疗养院里休息两个星期。 这段时间苏联人啥也不用干, 放松心情, 享受度假就行了。 大家可以拖家带口一起来, 反正费用全都是苏联政府来买单。 苏联也有他们自己的养生学, 核心强调的是利用自然元素来调养身体, 让人休息得更好。 比如到深山里, 呼吸新鲜空气, 采日月吃精华, 或者用一些草药来增强身体机能等等。 苏联民众在申请疗养度假的时候, 会有专门的医生来问诊, 帮大家对症下药, 选择最合适的疗养方式。 比如电疗还是盐浴, 或者是矿物制水泡澡, 还有石油泡澡等等, 方法千奇百怪。 苏联的疗养院也有很多娱乐活动, 国内天南地北的人能在这里互相认识, 享受假期。 疗养文化主打的就是放松, 大家纯粹就是来度假, 顺便来看看病, 调养一下身体。 苏联存在的69年里, 这样的疗养文化早就更值到几代俄罗斯人的血脉里了。 苏联解体后, 大大小小的疗养院基本都被废弃了。 但俄罗斯人并没有忘记这种文化, 他们在中国三亚感受到了类似的疗养体验, 自然也就挤破头往三亚跑了。 在中医康养领域, 三亚为啥这妖牛呢? 核心就是背靠海南, 这里是中医药领域的天然宝库, 岛上分布有2402种药材植物。 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南药基因资源库也在海南。 早在2002年, 三亚市中医院就面向国际游客推出了中医疗养旅游的概念。 2019年, 三亚已经成为国家级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。 外国人来三亚旅游, 顺便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, 把身体调理好, 一举两得。 到2024年1月, 已经有30多个国家, 十多万海外游客到三亚体验了中医康养旅游。 对其他外国游客来说, 中医康养可能只是一种新奇的体验。 但是在俄罗斯人看来, 或许还有着一层苏联时代的红色印记。 未来的三亚, 将不仅仅是俄罗斯人偏爱的宝藏旅游城市, 也可能成为缅怀苏联的第二精神故乡。